好 在第二段呢 作者就自己出了一个错误 结果归咎到了铁路的当局 咱们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第二段第一句话说 After consulting my railway timetable I noted with satisfaction that there was an express train to Westhaven 咱们先看看这句话的语法成分的分析 那么第一行这个黄颜色的协地字 明显是个时间状语 在这边的after是个借词 在查阅了一下我的列车时刻表之后 列车时刻表咱们前面说过了 consult在词语中讲过 就查阅什么资料 这个也对 然后呢句子主观是I noted 然后后面有个with satisfaction 这个画横线的协地字 明显是一个状语叫满意地 注意到了它修饰动词noted 注意到什么呢 后面那个that从句一直到寂寞黄颜色的 当然是宾语从句所noted的宾语 为什么宾语从句没有跟在动词后面呢 因为李老师以前说过 在急语动词后 如果宾语长壮语短 怎么呢 先写壮语后写宾语啊 这宾语太长了壮语就俩字 所以掉了一个位置 就是满意地注意到了 确实有这么一辆 开往温顺海温的express train 快速列车 这快速列车词诺中也说了 好 这里面我们看一看里面一个重点表达 就是满意地注意到了 do something with satisfaction 其实在这里相当于富士 satisfiedly叫满意地 但是以后咱们不妨用with加名词的结构 显得更为庄重一些 叫什么什么地 我们在以前说过 名词是英语在书面中的皇帝 所有词性都不如它正式 而且文言 所以在写作中多用名词结构 可以显得文章更加庄重一些 我们看几个加with的名词的 这样一些固定搭配 咱们来看一看 with ease叫容易地 相当于富士easily I passed the exam with ease 我轻松地通过了这个考试 还有像with delight 相当于delightedly 叫高兴地 高兴地做模式 I accepted the gift with delight 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个礼物 高兴地 还有像with pride 像proudly 什么意思呢 叫骄傲地 很自豪地 等等等等 还有呢 像do something with a smile 像smellingly 就相当于smelling 就微笑地 做模式 微笑地 在这里加一个啊 就好了 还有with attention 像attentively 就专心地 专注地 the students are all listening to me with attention 学生们都在专心地 在听我在讲课 还有呢 像with confidence 相当于confidently 叫自信地 做模式 do something with confidence 还有呢 像with reluctance 咱们以前说过 相当于relectantly 叫勉强地 不情愿地 以后我们要用 右边这些副词 不妨可以换成with 加名词的结果 更好一些 有些人都说呢 你说那么多干嘛呢 你干脆就告诉我们 副词可以变成名词 再加with不就好了吗 这不行 为什么呢 不见得每一个 都是这么能用的 你像如果惊讶地 咱们一般多用 do something in surprise 而很少用with surprise 所以呢 咱们还是见一个 寄一个 咱不能自己去推广 那么见到老师上课 讲过 或在老外地道的地方 用过 字典上看到 再用 不要自己瞎辩 没有把握 问问老师 问问四点 好 本分钟是非常满意的 注意到 确实有这么一辆 快速列车 开往 温斯顿海门 然后 it went direct from my local station and the journey lasted a mere hour and 17 minutes 它呢 是 从我的这个 所在的 当地的这个车站 直达 直接到那个地方 这个drag 我们讲了 做负责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中间不停地 第二个是 没有中间缓解地 在本分中 是不停顿地迟达 是这个意思 这里当然可以换成 direct 我们说了direct 这个副词都能加n1 然后呢 怎么样 这个旅程 延续 仅仅有 一个小时 零17分钟 速度特别快 马上就可以到 这个amir 表示仅仅 或者只有 这是34个讲的 一个重要知识 咱们今天 等于又做了一个复习 咱们一口写奏中 应该尝试使用一下 这个amir 后面修饰名词 表示仅仅怎么样 但是有个小细节 大家看还记不记得 就是如果amir 后面跟一个单数名词的时候 它相当于only 或者onlyan 这么一个结构 如果这个amir 后面跟的不是单数名词 在其他的情况下 我们一般amir 就相当only就好了 就相当only就好了 咱们看一下历史 看一下历史 先看一下本剧中的情况 本剧中情况 后面hour 是个单数名词 所以相当onlyan 因为hour 前面都叫an 你看 it went direct from a local station and the journey lasts amir 相当onlyan hour and the 70 minutes 后面跟的hour 是个单数名词 所以这个amir 相当onlyan 这个结构 再比如说 看这个例子 he is a mere child 他仅仅是个小孩子 后面的child 是单数名词 所以相当于 he is only a child 对吧 再看一个 加单数名词的 he is not a mere boxer he is a world champion 他可不仅仅是个拳击手啊 他是世界冠军 我们看这个amir boxer 会不会跟单数名词 相当于 he is not only a boxer 对吧 但我们看看其他情况 如果不是跟单数名词 那么amir 就都相当于only 而不是onlyan 或者onlyan 咱们看一下历史 amir 2% of their budget has been spent on publicity 仅仅他们预算中的 仅有2%呢 花到了这个宣传推广上 amir home跟2% 他不是个单数名词 那么现在only2% 这个用法 再看一下第34课里面 158页的第12行到第13行 158页12到第13行 34课里面 he has often described to me how he picked up a masterpiece for a mere 50 pounds 他经常给我描述啊 他是如何用仅仅50英镑的价格 就淘到了一件大师的作品 a mere 50 pounds 这个并不是单数名词嘛 现在only 50 pounds 对吧 现在only就好了 再比如说 在第39课里面 在未来会看到 就是178页第4到第5号 178页第4到第5号 glancing at his map he informed us that the next visit was a mere 20 miles away 那后面呢 那就相当于only 20 miles away 就好了 就不能说only a 或者only an a mere 表示仅仅又只有 究竟相当于什么 看看后面的跟什么词就好了 比如说 仅仅呢 一小时17分钟就到了 走得很高兴 这个车我坐了 这快吗 中间不停啊 好 后面说 when I boarded the train I could not help noticing that a great many local people got on as well 咱们先看看这句话的 语法成分分析 逗号之前 这个黄颜色的是 时间状态从句 当我上了火车之后 怎么样呢 句子主干结构是 后面的白颜色的 这是 I could not help noticing cannot help doing something 是禁不住 忍不住会做模式 我不禁注意到 然后后面那个 that从句到句末 黄颜色的协体词 当然说notice的 并语从句了 注意到什么呢 有好多好多当地人 也上了这个车了 这个你看 get on 就类似于 前面那个board 两个词都可以 表示上车 上船 上飞机 前面用的board 后面用get on 这个搭配 一般过程是get on 这是明显的 避免重复 这个词跟这个短语 是同一词 同一替换 好 那么我们先看看 这个在 时间状态从句的 这个board 这个词可以表示 上船 上火车 上飞机 上公共汽车 等等等等都可以 而且这个词 几乎不几乎都可以 加不加变语都可以 跟着get on 类似get on 可以加变语 也可以不加 这on可以当戒词 也可以当副词 都可以 咱们先看这个board board a bus board a train board a ship board a plane 公共汽车 什么火车 轮船 飞机等等等等 上交通工具 都可以 咱们看一下例子 the couple boarded the train for New York 这对夫妇 登上了火车 然后启程赴纽约 咱们以前说了 那么在动词 或动词端语后面 直接跟目的地的话 应该加get for 这个第十课 太坦尼克号的沉默 我们讲过 这个for可以继承 副某的那个副 走 再加个 罗布的补 那个字 如果要是跟这个 先跟这个出发点 就from a to b 但是如果先跟 目的地的话 就for 后面加目的地就好了 那么这是当 集物动词 后面加冰语的 不集物也行 就登机 或登火车 登汽车 不集物 不加冰语也可以 你看 Flight number 714 for Paris is now boarding at gate 8 714号 搬机 就驶网 巴黎的 714号航班 目前正在 8号登机门 正在登机 这个board单独 来使用不加冰语 也行 不集物动词也可以 就是上飞机 上车 上火车 上轮船 这个动作都可以 那么在28个讲过 他的同一词 28个讲过 就get on就好了 get on也是 既可以加冰语 可以不加 这个on 既可以是借词 又是复词 有冰语的话 那就是借词 没有冰语的话 就变成复词了 同样可以表示 上空气车 火车 轮船 飞机等等等等 如果下来呢 get off abust a train ship plane 等等 这个都可以 off同样的 既是借词 又是复词 没有冰语也行 你像本文中 这个本句话中 就是在 170级第11行里面 就出现这个替换了 when I boarded the train 其实board 后面那个get on 就是这个got on 一般会的事 跟前面是替换 本文中可以改成 when I got on the train I could not help noticing that great many local people boarded as well 这两个词来替换 都可以的 因为他们都是 可以加冰语 也可以不加 这两个 翻过来掉 我去用都可以 意思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 再看一下 28课里边 那个134页第9行 也见过这个例子搭配 134页第9行 I had no sooner get off the ship than I was to sail by a man who wanted to sell me diamond ring 我刚一下轮船 就来了一个人呢 来禅诺 非让我买一个 算式戒指不可 就是下船 下飞机 下货车 但是用这个get on 或者是board 还有下交通工具 get off 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咱们的28课 5磅也太贵 李老师说过一次 这个条件是 这个交通工具够大 它能站得起来 像刚才那个车 我们说公共汽车 公共汽车一定能站起来 如果空间很小 是一个轿车 或者出租车 我们就得换词了 换哪个词呢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进去用get into 出来就get out of get into和get out of 当然这是必须得加并语了 因为into一定是借词 off也是借词 如果非要不加并语的话 get into就得换成get in get in就好了 那么get out of呢 就是去掉这个off 变成get out 这个时候就可以不加并语了 get in和get out 可以不加并语 因为这个into一定是借词 off也是借词 好了 这个我们同样 这个是要注意啊 这是它站不起来 这里面是出租车 这个小汽车站不起来 因为into和auto就好了 那还有一个我们以前讲的 专门指上船或上飞机的 也是28个里面 看大家还记得吗 上船上飞机 用embarque on the ship embarque on the plane 在上船上飞机 下来呢 disembark from a ship 或disembark from a plane 就可以了 当然呢 如果表示上船不加并语的话 直接去掉on embarque就行了 上船或上飞机 下来呢 直接去掉from就好了 直接用disembark 就下船或下飞机 可以不加并语 这个时候必须连前面这个on 或from同时去掉就好了 但是这只能指 轮船或飞机 不能指车 哎呀 这英语中非常麻烦 英语中麻烦 才造成我们英语老师有饭吃 要不然我们就没饭吃了 但是大家必须仔细复习 英语是个精细的手一伙 好 再回到文章中 看后面主句 他说 I could not help noticing that 我禁不住啊 忍不住呢 注意到 不禁注意到 这是一个老知识复习 can't help doing something 或干脆用can't help something 表示不禁忍不住怎么样 在这里面这个help 其实在这儿可以翻译成避免的意思 避免做这个事情 或避免这个事 是不能的 不可能的 就是表示不禁 或忍不住怎么样 我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I couldn't help thinking about the past 我不禁想起了过去 忍不住回忆起了以往的那些时候 这是后面加doing 可以 后面加病语 指甲病语也行 我们看例子 Stop biting your nails I can't help it I can't help it 也是常见的一个口语中的用法 这个是 第一个呢 说说什么呢 可能妈妈对儿子说了 不要咬指甲了 这个nail 表示手指甲 咬指甲嘛 都看得多傻嘛 像特别小的小孩一样 但是儿子说 I can't help it 我忍不住 I can't help it 忍不住 不禁要做这个事 就避免做的事是不可能 好了 这是看到 Can't help 加病语 或者加动名词 都可以 这是忍不住禁不住 我们回忆一下 在第35课中讲过 忍不住做模式 除了Can't help 加病语之外 看一看 Can't help but do something 忍不住 而只能做这个事 Can't help but do something 也是不禁忍不住做模式 这个but 后面加不带to的动词不定识 这个我们同样看例子 Her evidence was so convincing that I could not help but agree with her 她的证据 咱们在第一课就说过 evident表的证据不可数 她的证据是如此的 有说服力 convincing 就有说服力的 她不是来自convince 让某人相信的动词吗 把ing去掉 加自无意 以至于怎么样 以至于我忍不住啊 不禁要同意她 我不同意她 都做不到 不可能了 她的证据太有说服力的 我不禁要同意她 赞成她 好 这but 后面加不带to的动词不定识 好 这也是忍不住 不禁做这个用法 那么这个help在这儿 都是表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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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避免了 不能避免了 只能这么做了 它表示避免 这个含义呢 还有一个固定搭配 叫某个倒霉的事 没有办法 它只能发生 无可奈何 但难以避免 这就是 something can be helped something can be helped 但英文都说can't 美国人翻译can't 这个事不能被避免 什么意思呢 表示某个事没有办法 无可奈何 只能 它必须得发生 尤其是某个不好的事 不可避免 它一定得发生 没办法 无可奈何 这个搭配很常见 我们看一下例子 I really don't want to go this weekend but it can't be helped 对吧 我真的这个周末不想走啊 但是没有办法 我必须得走 我走这个事情 是不能够被避免的 这个help是避免的意思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这句话 it can't be helped it can't be helped 这个事无可奈何 它一定得发生 我走这个事情 是不能被避免的 something can be helped 这个用的特别多 咱们同样看一道 托福的听力真题 来看一下 应该选哪一个 number eight I don't know how I managed to break that platter I'd be more than happy to buy you a new one forget about it some things just can't be helped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好 他们问的是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咱们再听一遍 同时看看 应该选哪一个 number eight I don't know how I managed to break that platter I'd be more than happy to buy you a new one forget about it some things just can't be helped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咱们看应该选哪一个 这里可能有一个生词叫 platter 都快了叫platter 中间T灼化了 叫盘子 它跟那个dish呢 还不太一样 这个dish一般比较深 可以成热菜带汤的 这个platter 一般是非常平的 就成拼盘啊 凉菜 这个比较平的盘子 叫platter 选哪一个 正级答案 正级答案是 第一选项 他不想让这个男的 给他换一个新的碟子 我们看为什么选D 我们看着原文 再听一遍 number eight I don't know how I managed to break that platter I'd be more than happy to buy you a new one forget about it some things just can't be helped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好 这一男一女的对话 第一个男的说 我也不知道什么回事 就把您的碟子给撤了 I don't know how I managed to break that platter managed to 你做到了某事吗 结果发生了 不知道什么 把您的碟子给撤了 你看 I'll be more than happy to buy a new one 我非常高兴 给您买一个新的 more than 修饰形容词 不能翻译成比什么多 而是极其相当 extremely 特别的 我非常高兴 给您买个新的 第二个女的很够意思 说forget about it 表面是忘了这件事 其实就算了吧 算了 forget about it about it 是个连读 about it 中间字母T着话 后面那个t 听不到了 失去爆破 我们跟老师大声 对一下 forget about it forget about it forget a 这个字母T也着话了 对吧 在那边 forget about it forget about it 就算了吧 some things just can't be helped 有些事情呢 是不能够避免的 碟子少你的菜吗 迟早而已嘛 我正想换新 碟子算了吧 算了吧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当然是 她不想让这个男的 给她换一个新的碟子 对吧 没关系 没关系 我再 再再再 我们用别的碟子 先凑合 没关系 something just can't be helped 不能够被避免 还有一个 也是我们考试中 非常高频的表达 也是有help 表示避免这个事 来的 叫not if I can help it 叫做 某人不想做某模式 就能不做就不做 就如果我能避免它的话 就不 就能不做就不做 就是某人不想做模式 not if I can help it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这句话 not if I can help it not if I can help it 就是能避免的话就不 就某人不想做模式 能不做就不做 这个意思 我们看一个简单例子 are you going to watch the school play not if I can help it 你是不是打算要看 我们学校的这部戏剧呢 别人说 哎呀 我真的不想看 就能不去就不去 如果学校规定 不去看戏 就立刻枪毙 那没办法了 我必须得去了 能不去就不去 not if I can help it 是这么来说 我们再听一道 托福听力真题 你看在听力中 这个搭配频频出现 我们先仔细听一遍 我们再听一遍 同时看应该选哪一个 好 开始 好 他问的是 这个女的暗示什么 她的暗示什么信息 我们看应该选哪一个 好 正确答案是 第一选项 She doesn't want to live in university housing 她不想住在大学里边 这个housing表示住处 注意是不可数的 house可数 但housing住处不可数 为什么选D呢 咱看着原文再听一点 Number 28 Will you be living in the dormitories this year? Not if I can help it I've been thinking of renting an apartment off campus with some friends of mine What does the woman imply? 好 第一个男的说 Will you be living in the dormitories this year? 你今年还会住在宿舍楼里吗? Dormitory 口语中 is a dorm 在美式音乐表示宿舍楼 但英式音乐都是dormitory 前面不读成dorm而是dorm 后面这个tory都读成tree 才读成一个音 都读成dormitory 表示宿舍的房间 但是在美国呢 表示宿舍楼 第二个女的说 Not if I can help it 能不住就不住 就是我不想住在这个大学里边 你看听懂了这个习语 这个题就会做了 Not if I can help it I've been thinking of renting an apartment off campus with some friends of mine 我现在一直在考虑什么呢 考虑要租一个公寓off campus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这个off campus在里面 在前面讲过 是什么意思呢 在校园附近 这个off表示 在什么什么的附近 我们在第六课杂橱窗抢劫 讲过 对吧 就是里面 当时那个什么 在皮卡塔利大街附近的 一个巩囊街 讲过这个off 学校附近住一个公寓 跟我几个朋友住在一块 那他问的是什么 暗示什么呢 他不想住在大学里边 Not if I can help it 这个大学可以同时记住 还有一个help的特殊用法 咱们复习 help oneself to something 我们中学就讲过 help oneself to something 有个意思叫做 别客气 自己拿吧 help yourself to a beer 自己倒杯酒吧 这个beer在口语中 可以当客数名字就一杯啤酒 但是我们在第六课 讲过另外一个意思 help oneself to 可以表示偷或者是抢 这个意思 这个因为偷和抢 和自己拿 含义类似 都是不经主人允许自己拿 那个我们看看例子吧 再回顾一下这句话 One of the thieves was struck by a heavy statue But he was too busy help himself to diamonds to notice any pain 有一个贼被一个沉重的雕像重重砸了一下 但是他太忙着抢钻石了 而没有觉得任何疼痛 这是痛或者抢 有这个意思 这我们看看这个help非常重要的这个用法 好 回到文中 看下一句话 At the time this did not strike me as odd 在当时啊 这个事儿并没有使我觉得奇怪 我这么多人 我觉得 这个并没有觉得很奇怪 一般人觉得奇怪 因为快车往往人手 因为慢车呢 很多站都停 所以能杀的人更多 快车直达的可能人手 但是作者说 当时我没有觉得奇怪 这个句子写得很漂亮 写这种固定搭配 就是strike somebody as 这个结构 一般东西不会这个搭配 可能会把它写成 非常通俗的这么一个句话 At the time I didn't think this was odd 在当时 我并没有认为 这个事情是奇怪的 这么来写 当然是正确的 但是好像不如本文中的搭配呢 漂亮 这个太一般了 大家都这么写的话 句就俗了 太俗了 咱们看本文中这个结构 特别漂亮 strike somebody as 这是固定搭配 咱们多记一些搭配 我们写文章就更富于变化 不会写的跟大家 写的完全都一样了 既单词不是既搭配 strike somebody as 表示给某人某种印象 给哪个人呢 就strike后面那个人 什么印象 as后面这个印象 或者直接用人做主语 中文中用人做主语 反映成某人 就后strike的人感到 或某人觉得 你看本文中刚好说 我用我做主 我并没有觉得这个事 是奇怪的 咱们看个例子 the idea struck me as stupid strike struck一般围的事 该怎么办呢 我发现中文的时候呢 中文中一般是人称主语 老外用事物做主语 咱们中文中可以用我做主语 我觉得这个念头啊 这个想法非常愚蠢 很傻 就是这个想法给我的印象呢 是很愚蠢的 中文中可以翻译 我觉得我感到这个想法 很愚蠢 很傻 the request struck me as comic 这个请求 使我觉得很滑稽 或者反映成 我觉得这个请求啊 非常的可笑 comic 咱们的29号讲过 本来表示喜剧的 派生意表示funny 就是可笑的 滑稽的 你看 是给我了这个印象 可以这么来说 再比如说 我觉得呢 他们觉得呢 他是一个诚实的人 我们看as home 不一定加凶子 他可以加名词 he struck them as an honest man 你看as home 加名词也可以 他呢 给他们的印象 是一个诚实的人 或者干脆 用他们做主语 他们觉得他是一个诚实的人 这是strikes on the ass 是固定搭配 所以本文中说 在当时 我没有觉得 这个事情是奇怪 为什么没有觉得奇怪呢 下句话说了 I reflected that there must be a great many people besides myself who wish to take advantage of this excellent service 咱们还是先看 大家这句话的语法成分分析 这个句的主观结构 就两个字 I reflected 就我心想 这个reflect可以表示 某人考虑 想 琢磨 这么一个意思 我心想啊 那么从net开始到句末 明显是变语从句了 我心想什么呢 我心想 这个肯定啊 有好多好多人 net从句主观是 there must be a great many people who bet besides myself 这个邪递字 明显是借词当于 到后置顺语 修饰这个很多人 除了我之外的很多人 除了我之外怎么样呢 who到句末 这个画横线的部分 明显是所定义从句 修饰前面那个 agreed many people 对吧 这些人怎么样呢 他们希望怎么样 希望能够利用呢 这个优秀的这么一个服务 这快车嘛 这个车特别快 一个小时出车就到了 很多人可能 可能跟我有类似想法 这句话解释上一句话 为什么当时 我觉得这么多人 我没有觉得奇怪 我觉得很多人 都是想坐快车嘛 这有什么 很新鲜的 这个意思 好 这是把语法先看清楚 这个句子里面 有些重点表达 第一个先看一看 心想或者是考虑 这个我们大声 我们先读一下 reflect reflect 这个reflect这个词呢 本来可以表示反射 反射光线 反射声音 这个反射 单拍声音 可以表示某人心想啊 某人在考虑啊 好像在反思模式一样 非常简单 它的搭配呢 有两个 第一个直接叫 reflect on something 就心想 或者是考虑某个事情 可以 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看一看 I need time to reflect on what to do 我需要时间来考虑 如果后面加冰语呢 就考虑一下 我应该做些什么 I need time to reflect 后面那个 如果不说冰语呢 那么连接词 跟它一块死掉 I need time to reflect 我需要这种考虑 加冰语呢 on what to do 就好了 这是第一个搭配 在on后面可以加冰语 第二个搭配就是reflect that 某人心想或考虑 这个事情 后面加that引导的冰语从句 我们说了 that从句不用在解词后 所以后面说 that从句 前面的解词on的去掉 那that一般不用在解词后面 咱们同样看一个例子 she reflected that his argument was probably true 这女人想啊 这个男人这个论证可能是正确的 这个argument 咱们在植而易考试中会碰到 就是表示有论据 有结论的这么一段话 这个论证的过程 这个女人心想啊 这个男的的 她的这段论证过程啊 可能是真的 可能是对的 这是reflect on 加冰语 但冰语从句如果那顶倒 等用reflect that 就好了 本文中是第二个用法 我想肯定有很多人呢 除了我之外呢 还有很多人呢 都希望呢 利用这样一个 非常优秀的这么一个服务 快车嘛 这个利用某个东西 用的是固定搭配 take advantage of something 这是利用某个事情 一般是一个好的东西 对吧 利用 我们看例子 I took advantage of the good weather to paint the shed 我利用这个好天气 来给这个大棚啊 粉刷一下 这个shed 表示一个大棚 一个木棚 咱们大家可能还记得 在第30个幽灵之词 咱们讲 cow shed 就是牛棚 给这大棚粉刷一下 利用好天气 这是利用 再比如说 many schools don't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e internet 很多学校没有 怎么翻译呢 充分地利用英特网 就是利用了 但是利用的还不够 这个大配就 take full advantage take advantage of something 就充分地利用 甚至可以在advantage 在前面加修饰语 见过之后 就可以放弃用了 这是take advantage 这个大配后面加事物 但如果加人的话呢 就有一点贬义似的味道了 就利用某人 就是暗含的意思 占他的便宜了 欺负他 占他的便宜 take advantage of somebody 后面加人了 我们同样看一些例子 don't lend them the car the take advantage of you 怎么翻译呢 别借个他们车啊 他们就是想占你便宜 想利用你 占你便宜 利用你的善良 新车 这个 是不能借给他们的 他们这帮家伙 就觉得你呢 太好面子了 不屑不合适 我听说 你刚买一辆 劳斯莱斯 借我用用吧 我从家里 拉两只圣猪过来 那当然不能借了 不能 借个他们车 他们就是想 占你便宜 利用你 take advantage 加人做病 有些贬义次味道 就占他便宜 利用他 本分钟加事物 这是正常的 一个简单的用法 就利用这个优秀的服务 就是他们很多人 都想坐快车嘛 所以人多呢 不学奇怪 后面说 Needer was a surprise when the train stopped at Whitley a tiny station a few miles along the line 好 我们同样还是先看看 这个语法成分分析 这里出现个部分道桩 Needer是否定词 放在巨手 后面用部分道桩语序 咱们一会复习 把住动词 B动词 青苔动词 放在主语前面 B动词前面 不能有住动词 这个里面 was放到前面去了 后面用部分道桩了 我也没有觉得惊讶 当什么时候 when引导的从句 一直到句末 明显是时间装语从句 当这个火车呢 在Whitley这个车站停下来 这Whitley是什么地方呢 a tiny station a few miles along the line 这个谐体字的 明显是做前面 Whitley 这个的同位语了 就是一个小不丁点的 小车站 这车站在哪呢 a few miles along the line 是后车站 来修饰一个车站 就在铁路线上呢 几英里之外的 这么一个小车站 开了几英里之后 这火车停了 这个时候 我也没觉得奇怪 他应该觉得 快车不是不停吗 但做着觉得 我觉得是正常 快车偶尔也会停一下 这个先复习 部分道桩 早在第五课就讲过 在中间很多课文中 也频频的复习 今天再看一遍 部分道桩 就是只把住动词 必动词 但有前提是 之前没有其他的住动词 或者是情态动词 放到主意的前面 这就部分道桩 部分道桩 是哪些情况下 部分道桩呢 第一个就是本文中的情况 否定词放在聚首 后面引起部分道桩 比如说像 not only not until needer 否定含义的这些词 或者短语方的聚首 后面用部分道桩 这个你像本剧中 正是这样 needer是否定词 这是把必动词 它前面没有其他住动词 放到了主意前面 needer was I surprised 再比如说咱们复习 在第30页 13行对后到14行 这是第五课 30页13行最后 到第14行 not only had a poor man been arrested but he had been sent to prison 不但这个可怜的家伙 被捕了 甚至还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了 not only 否定词放在聚首 后面呢 把主动词head 放在主意前面去的部分道桩 再比如说咱们复习 在咱们迂袭了 应该是 在41课里面 192页的第26行 192页的第26行 就是宁静田园生活的遐想 这个书 nor is a city without its moments of duty 城市里呢 也不是没有良辰美景 nor也不放在聚首 后面有部分道桩 这必动词放在主意前面 必动词前面没有其他的 这就是主动词嘛 必动词前提 好 那么另外两个情况 咱们做复习 具体的例句呢 咱们回去看第五课的视频就好了 第二个情况是 only加状语 位于聚首 后面要出现部分道桩 这个一会儿在 在未来在第40课里面还会碰到 第三个情况是 such so well often 还有像many a time 这样的 表示程度啊 频率等等负责位于聚首 后面也是部分道桩 尤其是我们屏幕上的几个 为聚首 后面部分道桩 具体的例子咱们就不重复了 在第五课视频中讲过 咱们复习部分道桩这个知识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也没觉得奇怪 为什么呢 后面说了 even a mighty express train can be held up by signals 甚至呢一个 非常这个强大的 强有力的证明 有快车 嘟嘟嘟嘟 这个快车 也可能被信号 给这个拦下来 因为信号呢 而受到一些耽搁 这是很正常的 前面有在过火车 亮个大红灯 我这车可能停下来了 咱们先看一个书面语 就是mighty 这个mighty 一般是个formal written language 是个正规书面语 它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表示 very strong and powerful 非常强大的 非常强有力的 本分钟是这个 非常强大的一辆快车 也可能因为信号 而受到耽搁 比如说 a mighty warrior 一个非常强壮的 一位武士 warrior是武士的意思 a mighty empire 非常强大的一个帝国 等等等等 这是第一个 叫非常强大的 有权势的 有威势的 等等等等 可以用它 再比如说 with a mighty kick he broke down the door 用强有力的 踢了这么一脚 他把这个门 可以踢倒了 这个mighty 非常强有力的 登用力去踢一脚 把门踢躺下来 这是第一次 mighty有第二个意思 也是书面 large and impressive 非常大的 壮观的 高大的 宏伟的 就是非常大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mighty mountain peaks 非常壮观的山峰 高大雄伟的山峰 mighty oak trees 非常 这个宏伟壮观 高大的橡树 这octrees是橡树了 大树非常高 这个比大楼 还有高的这个橡树 可以用它 这百分钟是非常强大的快车 怎么样呢 也可能因为信号 而受的耽搁 be held up 用被动了 它主动的还是 hold something 或somebody up 就是to delay somebody or something 就延误 耽搁某种模式 再次出现这个双镜头 大家很熟悉了 说明后面的up是负词 它这个宾语 可以在前 一个在后 如果宾语特别短 一个代词放在前面 如果宾语特别长的话 一个放到后面 如果不长不短 那放后面前面都行 这是单个延误 我们看一下例子 Our flight was held up by fork 我们的这个航班呢 因为有雾 所以被延误了 被延迟了 还有呢 My application was held up by the postal strike Postal strike 就是邮政工人在罢工 所以我这个申请呢 被耽搁了 被延误了 还有 Road works on the motorway are holding up traffic Road works 就道路施工了 Motorway 我们讲了 是在英联邦国家 表示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是施工 现在呢 使这些车辆受到了单个 这个traffic 表示路上行驶的车辆的总称 不可数名损 这是延误单个的意思 就是就算那些非常强大的 呜嘟嘟嘟嘟嘟嘟 那些快车 有时候有信号 他也得单个 也会停来 好 这句话咱们看到这 好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句 下句话说 but when the train dodled at station after station I began to wander 但是在这个火车呀 这个一站又一站的 慢慢的磨蹭 慢慢前进的时候呢 我开始感到奇怪了 这不是快车吗 这怎么回事呢 这个dodo 首先先注意 什么叫dodo 这是个生词 这个dodo 表示磨蹭 缓慢的在前进 就是to take a long time to do something or go somewhere 花费了很长时间做某事 或者花很长时间去某个地方 就是做事情缓慢 磨蹭 这个意思 咱们同样看一些例子 stop dawdling and hurry up we're late 别磨蹭了 快点 我们晚了 dodo 叫磨蹭 就是做事情太慢 去这个走路太慢 这个意思 再比如说 Eleanor will be back any moment if she doesn't do 叫Eleanor 叫Eleanor 这个女 是个女孩子名字 她能是随时可能会回来 如果她要不磨蹭的话 磨蹭做事情缓慢 或者走路走得太慢 本分钟就火车 咕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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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进 后面这个station 就是一站又一站 就一站又一站的 磨磨蹭蹭地在前进的时候 这个一站又一站的 用着something after something 前后都不加贯词 是一个又一个的 这固定搭配 咱们看几个这个例子 比如说首先 咱们最熟悉的 day after day 一天又一天的 week after week 一周又一周的 year after year 一年又一年的 time after time 一再的一次又一次的 再比如说 he fired shot after shot 他开了一枪又一枪 shut可以开一枪 还有呢 shelly send him letter after letter to explain the delay shelly给他发了一封信 又一封信 来解释为什么迟到 这个letter after letter 不要说a letter after a letter 前后都不加贯词 再比如说 they send regiment after regiment to attack us 他们派起了一个团 又一个团 来进攻我们 这个regiment 我们在第三个幽灵之词 讲过 就军队里的团 派了一个团 又一个团 来进攻我们 再比如说 in factory after factory we were shown machines built by the workers themselves 那么在一家工厂 又一家工厂的 那么他们给我们展示 他们那些自己的工人 来制造的机器 我们被展示 就是他们给我展示这个东西 一个工厂 又一个工厂的 一个又一个的 就是something after something 咱们看到 是固定一个用法 注意前后都不加贯词 这个小支 你们能不能记住 I began to wonder 问的是奇怪吗 我还是觉得很奇怪了 后面说 我突然间明白了 it suddenly dawned on me that this express was not rolling down the line at ninety miles an hour but barely chugging along at thirty 咱们先看个语法程度分析 it sadly dawned on me 这个it还是一个形式主义 就我突然间想到 这个dawn本来表示天亮的 在我这天亮了 就明白了 这个固定搭配 咱们是复习 在十三课当时就说过 咱们一会儿会重点复习 什么 我突然间明白哪个事呢 it形式主义了 后面这个that引导的是主义从具 整个的是主义从具 是所有真正主义了 说这辆快车express 就是那个express train 这个单独的名词就是快车 咱们说过 那并不是沿着这个铁路线 以九十英里的时速 而呼啸而下 roar down 是沿什么呼啸而下 在第六课讲过 咱们一会儿复习 耳试什么呢 耳试用这个几乎不到三十厘的速度呢 吭吃吭吃吭吃的 在慢慢前进 这个but在这 不能翻译成但是 得翻译成耳试 为什么呢 前面有not 后面跟but搭配是耳试 耳试呢 以不到三十 barely是几乎不嘛 几乎不到三十厘的速度 在吭吃吭吃 缓慢前进 第一个得复习 某人想到了某事 something dawned on somebody 这个某人想到某人 人在后面 这英语中这些表达里面的事情 做主意 咱复习还有 something occurred to somebody 也是表示某人想到某事 a good idea occurred to me 我想到一个好主意 还有呢 something strikes somebody 某人想到某事 跟刚才strike something as 那些搭配类似 也是某人想到某事 还有一固定搭配 就是something cross one's mind 某个事情 横穿过了某人的这个思路 也是某人想到 这几个搭配都可以 但这几个搭配都是 事情做主意 还是事情做主意 咱们看几个例子 It dawned on me that Joanna had been right all along 我明白了 Joanna这个女孩子 一直都是对的 一直 我以为她错了 但我现在明白了 想到了 她原来 Joanna一直都是对的 想到了 明白了 还有呢 再看 a Sunday occurred to me occurred to one of the workers to open up the box 这个出自新肯定第二册 新肯定第二册的第46颗 既昂贵又受罪这颗书 其中有一个工人呢 突然间想到 打开箱子看看里面 是什么呀 这个箱子怎么这么沉呢 结果一个大户人 藏在里边 把这去过二次还记得 46颗 Accord to one of the workers 有一个工人想到了 这个事情 哪个事情呢 这个后面 to open up the box 真正主意 前面 it还是形式主意 好 再比如说 It suddenly struck me How we could improve the situation 我突然间想到了 我们如何来改善 牧场的情况 这个一点 还是形式主意 真正主意 后面那个 How we could improve the situation 这是主意从具 这是某人 我突然间想到 再比如说 It didn't cross her mind that she might be doing something illegal 这个女孩子呢 没有想到 她可能在做一些 违法的事情 她不知不觉就犯法了 你看 这个前面 it还是形式主意 后面的that 从具 还是主意从具 这cross one's mind 某人想到了 都可以 但是如果要是 人做主意的时候呢 某人明白了 某人想到了 就得换一些搭配了 比如说 somebody realize that 某人意识到了 明白了 可以用它 或者somebody become aware that 或者become aware of the fact that 都可以 这个都可以 你用of the fact 就更正式一些了 在后面 就变成同位从具了 还可以用 somebody wake up to the fact that 某人明白了 想到了 好 wake up 是醒过来了 醒过来了 看到这个事实 也是明白了 想到 固定搭配 something wake up to the fact that 那么以上的那些例子 都可以替换 都可以替换 这是某人想到某事 几个中文表达的总结 好 那回到本文中 作者说 我突然间想到什么呢 这辆快车 并不是以90英的时速 呼啸而下 沿着什么呼啸而下 是第六课的事实 这个roar本来是狮虎的吼叫声 它也声音 表示轰鸣声 轰鸣鸣 这个声音 汽车开动是轰鸣声 可以用它 那要是沿着什么下来 沿着什么呼啸而下 复习34页第九行 到底是行 The silence was suddenly broken when a large car with his headlights on as were blaring roll down the cage 宁静突然间被打破 一个大汽车 大灯亮着 喇叭响的 沿着拱廊街 呼啸而下 跟本文中的类似 呜 开过来 很类似 火车嘛 也是呼啸而下 而只不过呢 这个耳赤呢 几乎用不到30英里的时速呢 吭吃吭吃前进 这个chuck就是表示吭吃吭吃吭吃 这机动车 马达的吭吃吭吃声音 你看 If a car 可能英文解释啊 Train etc Chucks somewhere It moves there slowly With the engine making a repeated low sound 如果一个汽车或者火车 Chucks somewhere 就是Chuck到某个地方 它怎么样呢 是非常缓慢地到那个地方去 并且呢 马达发动机 发出这个重复性的 这种低沉的声音 吭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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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Chuck Chuck Chuck 模拟声音的嘛 是这么一个意思 常见大肥油 像本文中Chuck along 就吭吃吭吃前进 这个along当副词不是沿着 而是往前进的意思 如果是借词呢 是沿着会不会得加避语的 本文中没有避语 是吭吃吭吃前进的意思 这个注意 Chuck down是沿着什么 这个吭吃吭吃 沿着前面走下来 Chuck up 沿着是什么什么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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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反方向走 down是沿着这么下来 这个上去 不一定往天上走了 反方向走 这是吭吃吭吃 缓慢前进 我们看例子 an old car chucked down the road 一个老汽车 吭吃吭吃吭吃 沿着这个马路走了下来 这个这个吭吃吭吃慢慢前进 可以用它 好 One hour and seventeen minutes passed and we have not even covered half the distance 那个上文中有交代 说这个路程一共是一小时十几分钟 就是说一小时十几分钟已经过去了 但是我们根本连一半的路程都没有走过 这个cover表示走过多长的距离 而且它不强的方式 无论是徒步 是坐火车 还是飞着走 还是爬着走 还是坐汽车 还是骑驢 都行 cover表示travel a certain distance 走过了某一段距离 这个不一定是走 只要是经过这个距离都行 我们看一下例子 by sunset we had covered 30 miles 到了日落时分 我们走过了30英里的路程 这个一可能是走 也可能是坐车 或者骑马都有可能 不强的方式 就是走过了多远距离 再比如说 我们看第九十页的第九到底是 90页的第九到底是 a week before he had completed a successful overland flight during which he covered 26 miles 一星期之前 他刚刚完成了一次 成功的路上飞行 在此期间 他飞过了26英里 你看他飞过一段距离 也可以用cover 没问题 他不强的方式 再复习第二侧的第九课 the bird covered the distance in three minutes 这个鸟儿用三分钟 就飞过了这段距离 你看 走过多长的距离 不强的方式 都可以用cover 好 坐着很奇怪 那这个投诉了 你承诺一个多小时 这过去了一半还没走 怎么回事呢 I asked a passenger if this was the West Haven Express but he had not even heard of it 我问了一个乘客 这是不是开往 温斯顿海门的快车呀 但是他说 他几乎没听说过 这甚至没有听说 哪有这快车 没听说有这快车呀 这个hear of 是听说某个情况 又是复习了 我们再复习 hear of hear about know of know about learn of learn about 多次说过 咱们再看看就行了 就听说过 他甚至都没听说过 有这种快车 作者就不高兴了 I determine to larger complain as soon as we arrive 这句话简单 我决定呢 一旦我们到了之后 我就开始呢 我决定要发起一个投诉 这个determine to do 跟resolve to do 都是表示决定做模式 它比decide to do 要更为重视一些 而且往往更为坚决 我们大声读一下 determine resolve 后面都可以加动词 不定是to do 表示决定去做模式 我们在前面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幸运的发现里面讲过 be determined be resolved to do 也能表示下定决心做模式 那个更强的状态 这个更强的动作 都行 就前面用be动词 我们determine加个字母的 resolve加个字母的 be determined be resolved 也能加to do 那也是下定决心 那个强的状态 这个才的动作 就好像是个被动一样 主动被动都行 本分中这个词强的动作 他比decide to do 要更为正式 而且往往更为坚决一些 我们看一些 例子 after the divorce she determined never to marry again 或者she resolved never to marry again 在离婚之后 这个女人决定 再也不结婚了 这比较正式 而且比较坚决 这个表示决定做模式 我们在33课 还讲过一个特殊的 叫choose to do choose to do 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表示选择去做模式 第二个是决定 先看表示选择 33课里有 154页第三到第四 154页第三到第四 What invariably happens is that agreed number of things truth to go wrong at precisely the same moment 总是会发生的事情是 很多事情呢 选择恰恰在正好 在同一个时刻 去出错 去出故障 出问题 这个choose to do 去选择去做模式 那么说了这个 choose to do 也特别是决定做模式 用choose to do 表示决定 往往强调一个 出乎意料之外的决定 大家没想到 出乎意料之外 跟众人预期的不一样 这个决定 叫决定做模式 用choose to do 我这是没想到 再比如说 more young couples are choosing not to marry 现在有更多的一些 年轻的夫妇 决定 年轻的一些伴侣 可以说 决定呢 就不结婚了 他们只是过着同居的生活 但并不结婚 这出乎一般人的预料 这决定做模式 choose to do 也是决定 但一般强调是 有些意料之外的决定 好 本文中这个 再回到剧中 Lodge a complaint complain在这当然是 抱怨或者投诉 本文中是投诉 正式的投诉 这个Lodge呢 经常跟这个 名词complain搭配 就是发起投诉 就好了 这动词非能灵活 比如说Lodge a complaint 发起投诉 或Bring a complaint 或者File a complaint 都可以表示 发起投诉 这个更强的是书面的 就是正式的投诉 就是投诉 那么同样 好多个例子表达 比如收到了投诉 Get a complaint 或更为正式的 Receive a complaint 收到了投诉 处理投诉 可以用Deal with 或者Handle a complaint Handle是其无的 处理投诉 还有像调查投诉 Investigate a complaint 这个是其无动词 加边语了 还有呢 像解决了投诉 Resolve a complaint 解决投诉 还有呢 驳回了投诉 Reject a complaint 这投诉是无效的 驳回了 Reject 都行 这是我们投诉 这个词 长期的搭配 本中用的是第一个 Launch 我觉得一到呢 就投诉 我们说 Two hours later I was talking angrily to the station master at Westhaven Westhaven 两个小时以后 我呢 当时就是非常气愤的 跟在Westhaven这个车站 终于到了 跟站长 在气愤的 跟着谈论 在谈话 这个station master 就是这个火车站 或者汽车站的站长 这个当常识记住就行 可以联系 也可以分析 我们大声度下 station master station master 我的英文都是station master 每个人master 比方是master 都行 就是the unofficial in charge of a railroad or bus station 负责一个火车站 或者汽车站的 这么一个官员 就是站长了 就两个小时以后 终于到了 我气愤的 跟站长 在在争执这个事 然后呢 when he denied the train's existence I borrowed his copy of the timetable 当他否认 这个火车的存在的时候呢 我就借 他的时刻表 我看看 来你拿来 我看看 我给 我指给你看 我知道这个有啊 这个deny 后面加的是名词做兵语 否认模式 这个deny呢 搭配在16克 我们曾经讲过 deny的 编语呢 有这么几个 第一个是deny something 本文中用的是 用名词做编语了 第二个deny doing something 加动名词 第三 deny加编语从语 都可以 他的反应词是承认 承认可以用admit 和acknowledge 这两个词搭配是一样的 something 做编语 或者动名词 或者编语从语都可以 咱们看一个例子 he denied the charge 名词做编语 他否认这个指控 he denied knowing about it 他否认知道这个事情 he denied that he had stolen the sheep 他否认 他偷了这只羊 你看加名词 加动名词 加编语从语都行 放过来承认呢 代言绩细维 he admitted 或者he acknowledged the charge 承认这个指控 他承认知道这个事 他承认他偷了羊 都可以 本文中deny 是加名词 这个existence 作品是可以的 完全正常 而且这个deny 跟exist搭配 还是个固定的用法 否认某物的存在 这是固定搭配 我们可以记住 deny the existence of something 或者deny something's existence 这个动情 如果something比较短呢 可以放到前面去 如果太长 是个长长的名词段 也可以放到后面 所以两个搭配可以替换 本文中的train比较短 就用第二个就好了 我们再看一些例子 when he denied the train's existence 是本文中的用法 就是他否认了这个火车的存在 然后我就借他的这个时刻表 这份时刻表 我们再看更多的一些例子 比如说 atheist deny the existence of God atheist 就无神论者 我们可以把这个名词大声读一下 把后面的字母s去掉 读单数名词 atheist atheist 如果atheism 把这t去掉 换成m 就是无神论就好了 无神论者 否认上帝的存在 我没看见 他就没有 再比如说 officials have repeatedly denied the existence of a secret report 官员们 反复地否认了 一个秘密报告的存在 你看这个就用这个 the existence something好一些 因为是something secret report 太长了 用这个大肥好一些 否认某的存在 deny 经常跟名词 existence 大肥 是固定用法 好 回到居中 当这个站长否认 这个车存在的时候 这个火车存在的时候 我就借了 他的那份 十个表 这个copy 不能翻成复印件 拷贝 就是一张 一份 一本 这是量词 我们回忆 在22盒见过 咱们看 110页13行 最后到14行 110页13行 最后到14行 but the copy he gave him had not been written out info as usual 但是他给他的 那封信 那张纸 那封信 你看这是量词 并不是口碑 并没有像往常那样 圆圆满满 把它写好了 所以这是一张 一份 一本 一封 这个量词 我借来他那本 这个列车是个表 后面说 there was a note of triumph in my voice when I told him that it was there in black and white 这个句子 咱们先看看 语法成分的分析 前面这个 白颜色的是句子主句 there was a note of triumph in my voice 这个结构咱们见过 anode triumph 表示一丝得意的语气 这个note可以表示 人说话或写文字的时候 带着一种感情 一种语气 trive就得胜了 得意洋洋吗 得意的语气 我的声音中 有一种得意的语气 然后when从这道句目呢 明显是时间状态从这 当我告诉他 然后里面画横线的部分 是牵涛在 时间状态从这里的 兵役从这 做toad 刚才什么呢 这是白纸黑字 就印在这儿了吗 这不有这个车吗 我这很得意 你看 我说对了吧 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note呢 我们来看一看 它的英文解释 这个可能稍微陌生一点 它表示 a way of speaking or writing that shows what someone's feelings are 是这么一个意思 就是一种说话 或者写字的一种方式 它表达出了 某人的这个感情 是什么 就带出某人的感情 a way of speaking or writing that shows that what someone's feelings are 语言文字中 带有某种感情 就本文中带有 得意的这种感情 就得意的语气吧 我们看一些例子 先看本句中 当然我们先记住 这个搭配吧 就本文中用了固定搭配 就是there is 或者there was a note of什么 in什么什么 我某人的语言 或者某人的文字中 带有一种什么什么的感情 这固定搭配 用一般固定是常见一些 应该说 我们这次跟in 在什么什么里面 有一种什么什么的感情 我们先看本句中 当我告诉他 这个白纸黑字的in在这 有这辆车的时候 我的这个语调之中呢 带有一种 这个得意的这种语气 there was a note of triumph 我们in in my voice 我的说话声音中 带有一种得意的感情 得意洋洋 再比如说 看一下例子 there was a note of doubt in her voice 这个女孩子的语气之中呢 带有一丝怀疑的感情 有一丝怀疑 a note of doubt 还是用固定搭配 这个句型可以背下来 再比如说 there was a note of self-satisfaction in his speech 在他的这段讲话之中 带有一种 自得的这个语气 自满的这个感情 可以用它 再比如说 there was a note of sadness in her letter 不一定是语言了文字也可以 咱们通过英文解释看到的 对吧 在他的信中 带有一些悲伤的 哀伤的这个语气 该上的这种感情 所以在语言文字中 带有某种感情 某种语气 叫there is or there was a note of什么 in 什么什么 这个句型可以记住 本文中 a note of triumph 就是得意洋洋得胜的 这种语气 当我告诉他 白纸黑字就印在这了吗 这固定搭配叫 in black and white 非常类似中文中 这个白纸黑字 对吧 什么叫 in black and white呢 in writing or in print 就是书写的或者印刷的 白纸黑字 在这当状语来用 就是用文字写出来了 或者已经打出来 打出文字印刷出来都可以 咱们看一些例子 I want a contract I want a contract in black and white 这个合同口头都不行 合同的写出来 才行 我才放现 白纸黑字 白纸黑字的合同 我不要口头的 白纸黑字 既可能用手 把它写了 用笔写 也可能是打字印刷好 都有可能 总之 白纸黑字 类似于中文的搭配 口头都不接受 我要就白纸黑字 写好 我打印出来 这个才行 那么这个black and white 好多好的类似的表达 咱们再看几个 类似的常见搭配 black and white 三个词 用两个连字符 连在一块构成 一个复合形容词 叫黑白的 这个用得多 像black and white photogram 黑白照片 black and white television 黑白电视 black and white printer 黑白打印机 它的反应词 就用color就好了 a color photogram television printer 一个彩色照片 彩色电视 和彩色打印机 可以用它 还有一个是 black and blue 这是鼻青脸肿 的意思 也是做壮语 一般都跟beat sound 的搭配 beat sound black and blue 达得模仁 又黑 又蓝 就是鼻青脸肿 这个意思 还有呢 我们有一个 固定答案 叫be in the black 什么叫be in the black 表示账户有盈余 我们这如果有盈余 的时候那字是黑色的 那如果赤字呢 就是如果欠钱 是红色的 所以在黑色的里边 叫账户有盈余 we manage to stay in the black for over a year now 我们就设法呢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账户都保持有盈余 stay in the black 保持是黑颜色的 反应词呢 就是be in the red 就是有赤字 处于欠债的这个状态 我们看例子 this is the airline's four straight year in the red 这个stay在这连续的 这家航空公司 已经连续第四年 出现赤字了 就是欠别人钱 它本身没有盈余 反而都亏了 airline可以表示 这个航空公司 好 那么再往下看 他说glancing at a briefly he told me to look again 很快扫链之后 他跟我说 你再看看 再看一眼吧 glancing at 咱们三十四课讲过 匆匆地看 浏览一遍 就很快地匆匆浏览一遍 glancing at 我们复习三十四课里面 158页的第20到21号 158页 20到21号 glancing at it briefly the dealer told him that it was worth 50 pounds 很快地扫链之后 这个商人跟他说 这个东西值50英镑 这是glancing at 匆匆地看一眼 再比如说看 第三十九课 178页的第四到第五号 178页第四到第五号 glancing at his map he informed us that the next village was a mere twenty miles away 扫链地图之后呢 他通知我们说 下一个村子呢 离这儿仅仅有20英里 也是匆匆地看了眼 这是当动词来用 它的名词结构 也特别常见 名词搭配顺便可以看一看 动词可以选择 take have shoot throw 或cast a glance at 还是匆匆扫了眼 take a glance 跟take a look 类似 很好理解 have 也很好理解 这个shoot 跟开枪一样 把这个视线 开枪 打过去了 或者throw 扔过去了 cast 投掷过去了 都行 就是匆匆 瞥了眼 这个意思 我们同样看一些历史 the couple at the next table cast quicklenses in your directory in your direction 这个临桌的这对夫妇呢 或者这对两口子 怎么样呢 匆匆地向我们的方向 扫了好几眼 好像认识我们 但是又没有把握 匆匆地扫了好几眼 好 这是 后面没有加at嘛 他没有说看谁嘛 in是朝我们的方向嘛 就不能加at 对吧 我们再看另外一课书中 还有57课里面有 咱们看256页的 第22行到23行 256页22到23行 57课里面 so I drove back to the town and began to retrace the route taking frequent glances at the map 所以呢 我就开回了 把汽车开回了这个城镇 并且开始呢 重新走一遍这个道路 并且频繁地扫视这个地图 taking frequent glances at 在这儿是伴随状 taking 是来自take a glance at 在这儿呢 说复述frequent glances frequent是经常的频繁的 这意思 是频频地扫了这个地图 看了地图 怕把路给走错了 好 后面说 a tiny asterisk conducting me to a footnote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一个小不钉点的小信号 把我指引到了这个 这一页下面的一个角柱 一个柱室那个地方 这个conduct 叫引导或者带领某人 到某个地方去 后面借词确实 是用本文中这个to 是固定搭配 叫conduct 引导指引或带领 咱们看一些例子 I ask the attendant to conduct him to the door 我让这个逝者 这个服务员 把他带到了大门那儿去 你看指引某人 带领某人 引导他到某个地方去 attendant是逝者 和服务员的意思 就是一个 asterisk咱们讲的是信号吗 小不得信号 把我引导了这个footnote footnote是角柱了 什么叫角柱呢 就是a note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in a book which gives more information about something 这个解释特别清晰 就是一个注释 在哪 在一本书的页脚下 这个注释 它呢给有关某事的 更多的一些信息 就是我们说的角柱 就是页底下 有个小星号 有个注释 后面说 it said the service has been suspended 这注释说 这个服务已经终止了 暂停了 还是作者弄错了 这赵云第一句话说 更多的是我们的错误 而不是他们的错误 这个 当然这个注释本身 不会说话了 这个say在这 其实就上面写着 内容是什么 但中文中也可以有说 因为中文中说 有这个派声音 信上说 就是信上写着 跟这个say 一起同工之妙 咱们复习 这是在十八个就讲过 先看几个例子 the sign says keep out 排在上面写着 禁止入内 咱们也可以说 这告示上说嘛 what did the letter say 信上写的是什么 也就是说 信上是怎么说的 那个这个说 跟中文中类似 复习第十八课 就是八十二页 第九到底是 八十二页 第九到底是 你看 the first thing I saw when I entered the art gallery was a notice which said do not touch the exhibits some of the not dangerous 我进到艺术馆画廊之后 看到的第一件事 就是一个告示 一个通知 上面说 不要触碰展品 有一些是很危险的 这个say 跟本文中用法是一样的 这是复习 好 回到剧中 说这个服务 已经被暂停了 暂时终止了 这个susband 我们在最长的吊桥 十七课见过 这个susband 本来意思表示悬挂 的意思相当于 heng啊 派声音 可以被临时终止 the fairy service has been suspended for the day because of bad weather 这个渡轮 渡船服务呢 现在临时终止了 就是这个 今天这一天 要准for the day 今天先终止 为什么呢 因为天气不好 暂停或者终止 有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还讲过 susband 还可以有派声音 就是因为犯错 或犯规 而停职或停课 也是好像把这个 临时挂到墙上 先不让他工作 有这个意思 停职或停课 一般因为犯错 the policeman was suspended while the complaint was investigated 当这个投诉 被调查的时候呢 这个警察 这位警察 被临时停职了 调查出了结果之后 才能再工作 因为犯规了 他可能犯了一些错 被临时停职了 我们刚刚讲过 investig a complaint 叫调查投诉 咱们见过吗 这下一次碰到了 再比如说 they were suspended from school for a week 这个day 这个人呢 被停课一周 be suspended 从什么什么 那个地方 呃 这个都不许他去了 我们看一下from 这停课一周 肯定是犯了一些错误 好 这是37个 开网温顺海温的快车 里面重点支援点 还是不少的 希望大家 仔细复习 劳劳掌握 这个书跟老师就学在这 谢谢同学们